县议会召开县政总质询 会中多位议员关心行政院前章基础建设计划 南投县提报计划皆未获赌注一案 县长林明珍会中再次强调 政府施政建设应不分蓝绿 所有成果皆是全民共享 更希望本县立委、议员也要不分政党 一起努力向中央争取 这样南投才会进步 县议会召开县政总质询 会中多位议员关心行政院前章基础建设计划 南投县提报计划皆未获得补助一案 纷纷提出质询 林县长表示 前章计划条例草案仍未立法定案 所以确切的西部计划内容还不确定 之前县府所提的计划案 因为不符合规定而未获核定补助 对此县府正在积极准备再次提案争取 待条例通过后即可提出 林县长已呼吁中央制定计划时应考量地方需求 多倾听七成意见 像基础的浓水路改善工程 或是环向尊的小巴士交通接驳等等计划 还比较实际 这样才能够达到照顾地方的美意 我想我们这个民进党政府要做这个前章性的计划 最少也要地方一些需求 它也能够配合 像我们南投县最需要的就是浓水路 还有我们的交通问题 交通像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乡镇之间 没有中型的巴士可以来提供给我们每一个乡镇 这些老人可以搭乘 但是运输工具各方面都还很多需要去建设的 我想这个前章性建设计划到目前为止 南投县他们民进党党团说要有三千多万的浓水路的补助 那么我们县政府也没有接受到这个公文 所以我想目前现在民进党政府所做的事情都跳跃 我们跳跃县政府 就直接由他们的民进党的立委去争取 然后透过水保级去执行 如果说要执行付诸我们县政府 我们会了解也没有关系 所以现在目前说实在的 水保级给我们补助的经费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没有收到他们补助的经费 我想建设地方我们不分难力 如果民进党党团如果有诚意 要为我们南投县都争取一些线色 我也希望你们不要排斥县长 你们也积极地向中央来争取 来补助我们南投县 因为所争取下来的经费是全民都享用的 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分 也希望民进党现在的民进党的议员们 希望你们能够潜力地来为我们南投县的建设来争取 会中有议员质疑中央补助问题 林县长指出 潮图撩嘴潭水库计划净费213亿元 是马前总统任内级核定的补助 与前瞻计划无关 而农水路改善工程补助3600万元 这些补助都是由民进党县级立委 要求水保局直接合发补助实作 幸福未经手 所以并不知情 且这些也都与前瞻计划无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